小姐 你今天要在我家說要說玻璃要輸壓 你想要說什麼車子 小旅車 老闆小姐頂著大太陽來到中古車行 不是要買車找零件 而是要體驗雜玻璃快感 想要搶哪裡 小姐 小旅車的 小旅車的 我現在要搶小旅車的 玻璃那麼多 中古車廠提供雜玻璃輸壓 超特別的服務不少人第一次聽見 但想敲破車窗玻璃可不是那麼簡單 只見這名小姐拿著球棒對著車窗玻璃猛敲 敲到兩隻手都沒力了 車窗一點裂縫都沒有 老闆說雜破玻璃也有技巧 把車窗玻璃一塊塊全雜破 前來體驗的民眾直呼超舒坦 車廠老闆說一開始原本是因為警局 前來商界廢棄車輛 讓遠景雜玻璃練習操控先行緊棍 業者靈機一動覺得社會上有不少人心情壓抑 雜玻璃不視為一個舒壓管道 後來乾脆開放給一般民眾 收費則依車嫌即玻璃大小區分 業者強調這些報廢車輛放著不管最後也是被壓扁變成廢鐵 不如廢物利用讓民眾砸破玻璃舒壓 自己也能獲得額外收入 最後公關長股將一報道 好 好 好